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回来见过开心吗 9月的时候呢我们公司给员工做了一个review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期待这次review的 因为在没多久之前公司更新了一个新的职位系统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升职的那些要求我还蛮符合的 但是这个评估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我向公司提出的升职没有被批准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我这一次升职失败的感受吧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去往下看吧 从这个评估开始到我和经理谈一直在到我收到这个结果 其实我内心是很不服气 甚至说是有一些崩溃的 但我也有尽量去通过各个方面 包括我的经理我项目的架构师也就是项目的领导 还有我的一些同事们以及我公司以外的一些朋友去了解我这次不被升职的原因 有收到一些反馈 但是这些反馈呢有我同意的也有我不同意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人家肯给你这个反馈说明人家又花时间去观察您想要去帮助你提高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同意的或者不同意的就接受吧 至少是感谢别人在你身上花时间了嘛 我在很多视频里都说过新西兰是一个非常不卷的国家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卷这个行为这个意识已经有一点刻在我的基因里了 这次升职失败的事情就有打击很大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努力 我去考各种的证去学各种的技术 但其实学了那么多东西真的有必要吗 我考了那么多的证 真正能现阶段能应用到我工作上的东西其实很少 我真正记住的支持呢其实也并不多 我觉得我考证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在卷啊 只是不像在国内一堆人我卷你你卷我 我只是在这里一个人卷的自得其乐 而且我还蛮自我感动自我满足的 其实我现在想想有一点好笑 最后由于我自己卷自己然后升职又失败了 就导致我有一阵子陷入了一种愤怒 然后又自我怀疑就是陷入了精神内耗 我在想如果我一开始就不要对升职这件事情有一个那么大的渴望 然后呢我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去考那么多证 其实我可以做到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我也不会去卷的那么辛苦 然后最后又自我内耗的那么的疲惫 所以我现在就告诉自己啊 这也不是中国没有那么多人去和你竞争 没有所谓的千金万马过独木桥 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很好了 其实所有人对你的要求也就是这样而已 真的没有必要不停的去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 去逼自己非要做的比别人好 我问了很多人就有人告诉我说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自信心 我其实怎么说呢自己觉得自己还蛮自信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的活干的挺好的 但是我后来反思为什么我会让别人觉得我不自信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在意升职这个事情 所以我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包括我的经理我的项目领导 当我们过于想要得到别人认可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会变得不自信 因为你会畏手畏脚的生怕自己做错什么事情 而且由于我太想做成我以为了他们理想中的样子 所以我会经常去隐瞒一些我真实的想法 其实那些想法可能是对的 但是由于我害怕这个想法是不是错的 会不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这样子 就会导致我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自信 而这个世界的事实就是你永远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甚至有的人你无论怎么做他都不会满意 你应当要成为的是你自己 而不是把自己套入一个别人设计的他们认为完美的一个模具当中 别人给你的一些看法 你可以听取 但是千万不要让他左右你自己的决定 当你可以去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为自己的想法距离力争的时候 我觉得你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如果你错了也没有关系啊 谁会不犯错呢 如果真的不行也没有关系 路还很长我们也不老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有不同意你的人 就一定也会有同意你的人 而你的一切终究是你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那些你想要得到他们认同的人 他们是不会对你负责的 因为我始终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也许一些人现在看不到你的光芒 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的 也许有的人永远无法看到 但是总有人会看到的 对于那些看不到的人 我想跟你说那是你的遗憾而已 这事情呢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对我打击挺大的 因为前面我也说了我真的是有很努力 然后我很卷 在我一年多工作以来 不能说我比别人做得多好 至少我觉得我做的没有比任何人差 我所有的分内的工作我都有做的 让团队满意让客户满意 这也都是大家所承认的 但是我觉得我能做的也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 做好我分内的事情 之后就是在工作以外提高我自己 比如说考证 比如说学习一些新的技术 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自己能做的一切了 至于我能不能升职这个存在很多因素 包括一些主观的客观的 这些并非我自己所能控制的因素 比如说我做了那么多 我是不是有被人看到我做了那么多呢 当然我自己本身身上可能也存在一些壁垒 首先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吗 那我说的在好和母语者之间 肯定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这些就会导致到我们在面对客户的交谈 或者在表达我们自己所做工作的时候 形成一个天然的差距 这不是说你技术比别人好就可以弥补的 毕竟因为客户也不会去看代码嘛 更何况像我所做的Salesforce的工作的 技术含量真的也不高 但我能做的一切我都已经去做了 我不能升职我也问心无愧啊 事实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的努力下得到的提高嘛 我考了那么多的证 也不是说我现在学了我没用我忘记了 可能就对我来说就没有用了 以后我觉得我总会用到他们的 当我需要用到他们的时候 我重新执起我已经学过的东西 要比我从头再学它要容易的多 最近在B站有刷到罗翔老师说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很多东西它真的都不是你靠努力所得来的 就是命运所给你的 说实话做东西比你好得多了去了 比你学识卓越的多了去了 比你认认真真的多了去了 你不过就是命运站直点钟了 然后你要随时等待着有一天他点灯起来 人生不就是这样 我说太过于高抬自己 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 那真的就可能让自己的一生成为一个余恩的游戏 这段话我觉得说的很对 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应运同样会在你很努力的时候 并不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说实话就是这样 你很多事情你做的其实比别人好 但是你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那生命不就是这样吗 起起落落 有得意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失意的时候 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说起来可能有一点迷信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他都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些意义 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 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过了一段时间 你回头看 这些不好的事情总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 这些事情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你回头看 你就会去想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发生那样的事情 我现在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 还有就是一些让你不太顺心的事情 它会引发你的思考 比如说我之前在视频里跟大家说的 我在惠林顿那生不如死的一年 那一年我真的很痛苦 可是如果没有在惠林顿那一年的话 我也许真的不会在我快30岁的时候有那么强烈的想要转行的想法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现在的这个行业相比幼教来说 已经是在更好的实现我的个人价值了 当然不是说幼教没有价值 只是什么人更擅长做什么事情才能为你本身为别的人甚至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用处 我觉得对我来说做一个程序员比做一个幼教更能体现我的价值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升职失败感受以及我现在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吧 我不知道你们听完是什么感受 以及你们如果经历这样的事情 你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呢 希望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不那么得意 甚至有一些低谷的时候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